大家好,今天是美东时间2024年6月29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BOSS时政经济 我是BOSS 最近,中国统计局发布了2024年前5个月的经济数据 号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达27,543.8亿元 同比增长3.4% 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啊 但是,我生性较真,对这3.4%的背后隐藏的事情很感兴趣 这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增长,还是数字游戏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拔开这层虚假繁荣的面纱 看看这皇帝的新衣到底有多华丽 首先,咱们来看看不同类型企业的利润数据 好家伙,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下降了2.4% 而私营企业呢,只增长了7.6% 等等,这不对吧?不是说好的两个毫不动摇吗? 怎么感觉国企在负重前行,民企却在夹缝中求生存呢? 这结构,怎么看怎么像头重脚轻啊? 可以看到,国企利润下滑2.4% 而民企虽然有所增长,但仅为7.6%的低速增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资及港澳台资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2.6% 这进一步说明了,民营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发展动力明显不足,而外资企业却相对抗低性更强 这种局面的形成,无疑与多年来 我国对民营经济发展狭隘的政策环境和制度性障碍密切相关 一方面,随着国企垄断行业的扩张 国有资本在很多领域卷土重来 剥夺和压缩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融资难、用工难、用地难等深层次问题 长期没有彻底解决,导致其难以释放内生动力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 外资企业多集中在一些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 因此,相对抗风险能力更强 而民企则大多分布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 在本轮经济下行中首当其冲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赶超,任重道远 再看行业数据,采矿业利润暴跌16.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更是直接腰斩,下降了52.9%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上游原材料价格还在疯涨啊 上游吃肉,下游喝汤,这汤里还没多少油水 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给下游企业带来了沉重负担 以钢材为例,2024年以来,钢材价格直线上涨 短短几个月时间,涨幅超过30% 刷新了历史新高 这在必然程度上加大了下游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 从而进一步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可以看到,2024年1-5月,黑色金属野猎行业亏损面进一步扩大 而下游制造业利润普遍不佳 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同比下滑8.8% 电气机械制造业下降6% 通用设备制造业仅增长1.8% 这正是原材料价格飙升 加之终端需求不足 企业利润遭到双重夹击的结果 更有研究指出,过去一年 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等行业的利润 占GDP的比重一直在攀升 超过了制造业 每年从制造业吸血进万亿元利润 严重破坏了产业链条的健康循环 由此可见 当前仍旧存在一些行业及企业暴力 而大多数制造业中小企业却门可罗雀 这种结构失衡必须予以纠正 否则整个产业链将陷入恶性循环 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 同比增长了8.0% 高达24.23万亿元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企业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产品 却变成了账面财富 钱没收到,或却发出去了 这就好比,你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活 老板却只给你画了张大饼 能不着急吗 资金回笼困难 企业就像是被慢性放学 这经济能好到哪里去 应收账款大量攀升 折射出企业经营现金流的困境 这一方面,源于下游采购商现金流转差 拖欠上游供应商货款 另一方面,则源于制造业中游企业之间 也存在奢账经营 逼账要钱的恶性循环 根据相关调研 制造业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达到66.8天 比去年同期增加3.4天 其中很多行业的回款周期更长 比如汽车铃部件加工企业 常常需要90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收到货款 企业在等待客户付款的这段时间内 必须垫付大量资金 承受着资金压力和财务成本 有分析认为 因此形成的制造业资金黑洞 或高达4万亿元 在收支持续恶化的情况下 不少企业广急爆发 现金流枯竭 只能节中缩手维持运转 更坏的情况是 企业濒临破产倒闭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抗风险能力更差 直接成为资金链危机的重灾区 这种困境如果不能彻底扭转 必将加剧企业生存压力 并最终反过来 制约整体经济运行质量 有关部门还公布了人均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7.7% 哇 看起来很不错哦 但别忘了 这是被平均的数据 那些高科技企业 垄断行业 动辄年薪百万 把平均值拉高了一大截 可广大中小企业 员工的工资又有多少涨幅呢 的确 从总量来看 2024年1至5月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人均营业收入 达到176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7.7万元 数字亮眼 但这只是一个平均水平 而企业间的差距实在太大 我们知道 一些大型企业 垄断行业的高管年薪 往往高达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 员工平均工资水平 也相当可观 比如去年 某大型国企高管 人均年薪高达180万 普通员工也有60多万 另一方面 中小微企业员工的收入水平 却远远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据宠记 2024年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员工 年均工资只有5.2万元 且近年来增长乏力 可以想象 他们的收入在抵消通胀之后 实际增长微乎其微 甚至负增长 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 不仅加剧了社会的阶层固化 而且制约了居民消费的增长 进而影响了内需的扩张 和经济的良性循环 值得高度重视 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 营收的快速增长 未必意味着利润的同步攀升 因为企业的成本费用支出 也在不断上涨 导致利润率承受压力 书记显示 2024年1至5月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每百元营业收入的成本为 85.37元 同比增加0.06元 每百元营业收入的费用 为8.38元 同比增加0.04元 这表明 企业正面临着 来自原材料 人工等各方面的成本上升压力 很多营收的增长 被迫内化于成本 未能完全转化为利润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 阶段性通胀压力 更令人担忧的是 5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 只有0.7% 相比1至4月的增长 简直是断崖式下跌 这说明 前几个月所谓的增长 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是各种刺激政策 堆积出来的虚假繁荣 从全年来看 1至5月 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长3.4% 但如果剔除5月数据的拉低作用 1至4月 利润同比增速高达5.2% 两相对比 5月份的下滑幅度之大 可见一般 对此 有分析人士指出 这种断崖式下跌 折射出当前经济面临的重大风险 1是上半年各种政策的拉动作用 开始衰减 前期积累的红利 已基本释放 2是下游需求持续疲软 消费者对耐用品的补库存 预期不高 3是通胀高企 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在持续上升 在诸多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第二季度经济回暖的基础 开始动摇 5月利润增速的大幅下滑 只是个开端 后续经济运行将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 有分析师之言 如此利润表现背后隐藏着需求不振 生产过剩 利润递减 库存压力等诸多经济症候 如果政府不出台更实质性的对冲政策 行业复苏可能仍是一场空欢喜 一些机构已开始下调 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 有民间机构预计 2024年经济增长可能不足4% 与政府6%左右的目标相去甚远 总而言之 这3.4%的利润增长 就像是一块遮羞布 根本掩盖不了中国经济面临的种种问题 结构性失衡 原材料价格飞涨 企业资金链紧张 内需不足等等 这些问题不解决 中国经济的未来依然充满着挑战 从企业利润数据透视出的种种困境和矛盾 实际上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 更深层次问题的一个缩影 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宏观调控效果伐力 需求前景暗淡无光 产能过剩矛盾叠加 通胀通缩交替来袭等 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多重治理挑战 产业结构的不均衡扭曲持续存在 一些高污染 高耗能 低效率的产业 还在僵持 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乏力 以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内生动力的关键短板 与此同时 部分地区的地产泡沫难以遏制 不仅加剧了债务风险 而且拖累了实体经济发展 房地产的刚性需求透支 投资失去动力 令整个经济进入了长周期下行的怪圈 可以说 种种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的持续凸显 以日益成为 不化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如何精准失策 重整旗鼓 已是一个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一位专家直言 过去一味依赖投资 房地产等旧模式 已行不通 必须顺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方向 从根本上完善体制机制 来维护经济发展的长期稳定性 无庸置疑 中国经济已来到了一个关键拐点 急需通过一场新的深刻变革 打破温水煮青蛙的陈旧路径 迎难而上 步步为营 才能让中国经济踏上一条长期向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屏幕前的大家是怎么看 2024年前5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